大家好我是紫飞大叔林依峰 今天看到这个瓶子 就知道我们要介绍什么样的威士忌 介绍给好朋友Sandy Hitzborough的新作品 皇家礼炮的王者品筒系列的第二版本 以前我们喝威士忌会说 你喝哪个年份的威士忌 后来我们发现你喝哪个品牌的威士忌 新的时代你会问这个威士忌 是哪一位首席调酒师 首席调酒师在威士忌的世界就像是作者一样 这威士忌是谁的作品很重要吧 就像是我们知道这是赛尚的话 或是比卡索的话 我们就要知道作者是谁 威士忌现在也开始走向了作者论 所以我们今天要介绍很重要 皇家礼炮的一个首席调酒师 就Sandy Hitzborough 我们见过很多次面 甚至去年我飞了一趟伦敦 参加他的一个新作品发表会的时候 我们相谈甚欢 我特别了解他有关于对于一些威士忌的看法 以及你知道吗 过去皇家礼炮曾经有一段时间 没有像现在这么的红 现在的皇家礼炮等同于当红炸纸机 我原本以为就在台湾市场华丽转生啊 却没有想到他不只在台湾市场 他在全球市场华丽转生 谁是这幕后的功臣就是这位Sandy Hitzborough Sandy Hitzborough这几年有几样作品在市场上炙手可热啊 甚至他的系列都成为这个大家的收藏品啊 我举例就是第一个马球系列 他打破过去皇家礼炮这种比较old school old fashion的颜色 他给了很多很鲜艳的颜色 让我们可以去进行收藏就是马球系列 还有那个记不记得玫瑰花哦 那个新奢系列哇很美 我还记得他的那个玫瑰花的新奢系列 刚上市的当天啊 我就介绍超过十个女性有人打电话给我说 Steven你可以帮我弄到那个一套吗 因为他们有分黑玫瑰跟白玫瑰 听说当天就秒杀 然后呢第三个也是秒杀系列 就是这个所谓的王者评统系列 就是第二版本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介绍王者评统系列的第二版本 这些都是Sandy Hislop的新作品 Sandy Hislop除了我说的 他把整个皇家礼炮华丽转身之外呢 他其实有很多特殊的新想法 例如说他曾经调配了23年的皇家礼炮 把台湾茶叶的味道放进去做所谓台湾新领版 我们在喝威士忌的时候 我们都要讨论到一个很大的重点 就是威士忌的品尝当中啊 闻香占了80% 口感占20% 这个其实是我们感官的定义 但是事实上威士忌绝大多数的品语者 不讨论这个问题的我们只是说好不好喝而已 但是Sandy Hislop注意到这一点呢 他把这个闻香这些事情当做一回事来看待 特别早的那种鼻子非常明的 结合了香水的领域以及威士忌领域融合在一起 一起来协同调配 让我们更清楚的惊艳到皇家礼炮香气的这改变 真是太迷人了哦 当我们知道首席调酒师的重要性的时候 下一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Sandy Hislop 他到底用他的想象力把我们带到什么样的地方去 这支王者品筒系列基本上是针对老涛设计的 他特别着重在于用筒这件事情 Sandy Hislop的第一个作品用的是苏格兰筒 用苏格兰在地的项目 因为是王者玄筒嘛 所以他以苏格兰皇室作为表征 设计了第一套苏格兰筒的 26年的王者品筒系列 他的颜色是绿色 是苏格兰的那块广袤的平原土地的颜色 而这一次呢他用的是好漂亮的紫色哦 我的西装颜色比较深一点 这个颜色哇 白亮白亮很好看的 有人说是像是葡萄酒的颜色嘛 不过我觉得他的亮丽的颜色 实在太迷人了 是以意大利王室作为主题 也是他的第二款的王者品筒系列 所以他用了什么样的筒子 他用了一个非常特殊的筒子 叫做Amalone 意大利有五大名酒啊 A、B、B、B、C Amalone Baloro Babarisco Bredo de Montachino 跟Cianti 就五个 来自于这个意大利最重要的产区 Amalone的葡萄酒有个特殊的制程 他用了枯藤制酒法 就是将葡萄风干了之后再来制酒 所以他用了葡萄汁的量 比一般的葡萄酒多了一倍 因为他浓缩了所以了 他的风味更饱 甜味更高的状况之下 他的发酵时间 比一般的葡萄酒多了两倍 这中间的过程 因为他必须要通风啊 必须要阳光浮躁 他才能够让葡萄浓缩 以及发酵的时间 不要让杂菌的介入 所以他的风险更高 多半在意大利只有最好的年份 他们才会拿来做Amalone 所以Amalone稀有而价格高昂 可以说是意大利的酒王 而这支王者品桶 就用意大利酒王的橡木桶来收成 我们来试看这支用阿玛罗尼红酒桶 来收成出来的皇家礼泡 他的味道饱满而香醇 然后没有错 葡萄酒顶级葡萄酒那种香气很清楚 你知道好的葡萄酒有一种那种枝化的风味 他非常的清楚 哇好像是那种在花园当中的香气 嗯 它不只是葡萄酒的香味 哇 它还有那种花粉的气味 蜂蜜当中有一种蜂王姜 就像是把蜂蜜萃取之后再萃取 然后带一点点那种粉妆玉琢的气味 嗯 哇 我还记得第一支的王者品桶 苏格兰桶 其实它是比较丹宁比较强的 是有架构的比较多辛香料的味道 姜的气味我还记得很清楚 所以它其实比较像是苏格兰人那种 有棱有角的线条 然后比较刚硬的性格的风格 而这支来自意大利阿玛罗尼的桶子 给予的不是这样的气味 它是充满的热情饱满 哇 好像很多的Energy 然后但是却又柔情似水 老实说它没有那么多的冷酒 但是它那种风云饱满的程度 我很喜欢这种东西哦 哇 香气才太棒 香气真的非常好 因为我最迷恋葡萄酒的部分 就是葡萄酒经过良好的储存 以及醒酒的之后 它会产生很多美好的花香调 而这支酒就有那种顶级葡萄酒所产生的香气 适当的甜感 造成尾韵的那种一波接着一波的那种 甜蜜的感受其实非常好 它虽然甜蜜 但是不是那种蜜香的甜味 但它反而像是一种 有点像是融合了果香的水果的味道 然后在尾韵当中留下一些淡淡的丹宁 让整个尾韵更悠长更美好 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小蜜心哦 这是酒 酒标上面写了26年 跟上一次苏格兰桶的26年是一样的年份 不过呢我在查资料的时候呢发现 他们做了26年调配之后 放到Avalone的桶子里面放两年的熟成 正常来说这支酒应该是28年的苏格兰威士忌 不过他们为什么标26年呢 或者是他们想把王者评统系列 全部都用26年来标示吧 这多了两年是我们评者的小确幸了 到目前为止啊 Sandy Hipso针对王者评统系列 他的描绘非常清楚 我很喜欢包括苏格兰桶 有苏格兰的王室的风味 然后像这个意大利桶呢 的确有那种意大利的王者的风味啊 下一个是什么样的桶子呢 能够呢清楚来描述 他第三版的王者评统呢 我猜呢 会不会是俄罗斯放在Vaga桶里面 Vaga没有桶子哦 还是匈牙利西班牙 我们一起来猜猜看 第三版的王者评统 到底会是哪一桶呢